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中 但卻能在台上邊唱歌邊搖擺 飆高音中氣十足 手不抖 輪椅也不做 看起來神采奕奕 而跟著阿扁打拼多年的 前議員郭秀珠出面指控 懷疑女兒陳小玉大敗 是阿扁倒戈 與新潮流的利益交換 他有說過一句話 3月16日他要選報 說要選總統 台南立委補選 脫黨參選的陳小玉 在選戰中大敗 他的媽媽郭秀珠出面打抱不平 控訴女兒被人出賣 這是合成的 這是去把總統請議員的 沒有經過他 當然我們哪有可能去跟他協商 去跟他搖擺 秀珠陳小玉和阿扁的合照 郭秀珠說選前和陳小玉 拜訪阿扁多次徵詢意見 卻在關鍵時刻一切都變了 郭秀珠懷疑這一切都是為了讓賴清德參選鋪路 你慢慢看我們這麼人不去 慢慢看陳小玉這個少年 如果不去 聽到賴清德回應讓郭秀珠相當不滿 認為女兒根本是民進黨內部派系鬥爭的犧牲品 阿扁棄保陳小玉 確保郭國文勝選 只隔兩天賴清德宣布零表 只能說時間點真的好巧 記者綜合報導